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车 带人一下 很好 竟然不怕 我们离开那些魔鬼了 几些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 冷 空调关掉 呃 外面可是有二十多度啊 顾景修专注地看着文件 仿佛感觉不到任何热议 到明镇局的时候 她的衬衫已经汗透 下车 顾景修优雅地走进明镇大厅 将两人的户口本放上柜台 登记 可是您太太的脸不适合拍照 用这个 怎么会有这个 我和顾景修什么时候拍过正经照 你记性不太好 顾太太 顶了证 顾景修自然地将两颗红本都收进口袋里 带着蓝景修直奔衣夫人 身上的衣服又湿又皱 不用照镜子蓝景修都知道自己此刻有多狼狈 这件衣服我要了 抱歉 这件衣服已经被这位小姐买下了 蓝景修 你哪来那么多钱 关你什么事 你不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衣服 难道 是从我家偷了值钱的东西 东西还给我 不可理资 偷了我家的东西 还敢这么嚣张 我就说你一副穷酸像 怎么可能有黑卡 原来是个小偷 黑卡 你从哪里偷来的 我老公给的 老公 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你那个小男朋友早就不要你了 夏阳也把你揣了 你是爬上男人的床才换了一件衣服吧 对 我就是爬上男人的床 有本事你们也去爬啊 卡还我 谁知道你从哪里偷来的 卡我没收了 戴裴裴 你的脑子跟你的胸 真不成正名 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胸大无脑 你以为没有卡主的兽益 光拿着卡有用 说的就好像你能用一样 蓝底轩 有本事就证明给我看 除了你手上那件 其余 我全要了 口气这么大 付不出钱可就难看了 刷了卡不就知道 真的 完了 闯祸了 你怎么可能有黑卡 戴裴裴 出门麻烦带上脑子 我已经解释过了 哦 不对 我忘了 那种东西你根本没有 只顾着长坏心眼算计人了 东西打包好 以后我会来娶 表妹 我知道你爸妈死了 你又被男人甩 需要钱 可也不能出卖身体啊 戴裴裴 你这样不累吗 你跟我回去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别再想着靠男人 你不是把我扫地出门 让我不要脏了你家的门吗 让我回去 再别赶一次 是给我吃搜调的剩饭 还是喝放了玻璃渣的水 睡杂物间 还是关小黑屋 被你们当成狗一样戏耍 还是卖去做小姐 锦萱 你怎么能这么恶意扭曲试试啊 事实就是我爸妈傻 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姐姐 会那么恶毒地对他们 戴裴裴 别在我面前演戏 而且 你最好奇的 不要被我发现我爸妈的死 跟你们家有关系 否则 就算是粉身碎骨 我也要拉着你们一家人下地狱 不喜欢这家 是 跟戴裴裴品味一样 让我觉得恶心 蓝锦萱怎么都不会想到 因为他一句话 每月净盈利百万的店 就此消失 你的卡 对不起 我一时赌气 花了好多钱 以后一定会还 你拿着 需要什么 自行支配 不用指挥我 我不能要 我需要妻子 你需要钱 总裁 餐厅到了 走吧 蓝锦萱的身体一僵 下意识地想抽回手 以后你要习惯这种亲密 甚至更亲密的事 我不希望传出夫妻不睦的消息 知道了 如今我能做的 就是努力扮演好妻子的身份 在想什么 没什么 在我面前不要这么紧张 我们是夫妻 不是主仆 是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记住 我既然娶了你 就会好好对你 不管我们出于什么理由结婚 都已经是夫妻 你不强我 更不用怕我 我会努力做好你的妻子 给我点时间 嗯 不着急 有的是时间 本集结束了 我是蓝锦萱 下集见 想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顾锦萱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蓝锦萱 不插嘴 也不催促 抱歉 耽搁了太长时间 无妨 你的电了吗 哦 还没有 先提 我去接个电话 蓝锦萱 你个小偷 偷了我家的东西到处设置 简直不要脸 你又要做什么 夏阳你看 他偷了我家的东西 还这么嚣张 你滴脑黑白的功夫 真是得你家的真传 你怎么能这么说 给裴贝道歉 他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 什么好的都留给你 你爸妈去世还第一时间收留你们 你就算在一起我选了他没选你 也不该这样对他 抱歉 请帮忙驱赶苍蝇 影响到我的食欲和心情了 先生小姐 抱歉 你们打扰的客人用餐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妹 你 你真是太不要脸了 我处处让着你 你却背着我 勾引我的男朋友 原来是小三 真是活该被打 一巴掌都是便宜他了 臉皮也太厚了 还装白莲花 真是太让人恶心了 玩几缺 快给赔赔道歉 不然这件事 我们没完 本集结束了 我是顾浅修 下集见